大家好,我是山岳,今天我们来做抱抱卷 先分蛋 将蛋黄和蛋清分别放入无水无油的干净碗里 放到一旁备用 碗里倒入食物油、牛奶 搅拌至顺滑状态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低筋面粉过筛 一致型搅拌 直到稍微成团,加入蛋黄 继续搅拌至顺滑状态 蛋白中加入柠檬汁,中高速打发 白糖分三次加入 分别是大气泡产生时 变成小气泡时 以及纹路出现时 纹路变明显后,转中低速打发 直到打蛋器提起来有这样的小尖角 蛋白分三次加入面糊中 每加入一次都轻轻地翻拌均匀 最后会是这样的状态 倒入裱花袋 挤入烤盘中 这里我用的是杯子蛋糕的纸托 取一个 这样掰开来,然后稍微压平就可以了 送入烤箱 出入以后,我们稍微震一下 移到架子上放凉 接下来打发淡奶油 浸在冰水里打发质地更稳定 白糖一次性倒入 开始中低速打发 一旦有纹路出现就差不多 要避免过度打发哦 打好的淡奶油提起来会有小尖角 放入裱花袋 淡奶油的质地不像面糊那么新 所以我们需要一勺一勺的放入裱花袋里面 稍微整理一下 这里准备你喜欢的配料 蛋糕配中挤入第一层奶油 加入水果 再挤入第二层奶油 表面稍作装饰 同样的手法来操作下一个 绿色的夹层换成了奥利奥 最后我们撒上方钞糖粉 这样看起来高级又做作的包包选就做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赞留言加追踪 祝你本周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或者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